你好,欢迎收看4月22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22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本土个案3766名 花联新增了100名的确诊 而花联系各国中小因应全中运放假4天 22号恢复实体课程 不过仍有39所学校 因为失身确诊而全校或部分班级停课 而另外因为中央拨用疫苗短少 考量南区疫苗覆盖率低 23号、24号花联火车站接种站 将缩减为每天限量300剂 而上午在玉里快筛219人 目前有10位快筛阳性 待PCR结果确认 花联22日新增100例确诊 累计确诊来到984人 花联县府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 由于中央拨用疫苗短缺 考量南区疫苗覆盖率低 4月23、24日在花联火车站接种站 将缩减为每天限量300剂 22、23日两天在玉里两处接种站 则不限量 达完为止 可以发现到说 在布立花联医院的部分 有7个人 开酒馆有一个是阴转阳 婚宴的部分 其实也都是在区隔中阴转阳的3位 外线的婚宴区居有20人 这里面最主要是包括一个职场 某市场有多8位 都是以攀仓为主 某营区的延伸 一共15个人 外线是有6个转进来的 疫调中就有10个人 总共新增了4所学校以及幼儿园 首先第一所的部分是宜昌国中 宜昌国中原本是一位老师确诊 今天增加了4位学生 分别是7年级3位学生 以及9年级的1位学生 7年级的这3位学生 因为我们这段期间都平课 所以他也没有接触班上的同学 所以暂停实体课程的时间 就会纳入这段时间往前推 会直到4月23号之前 都暂停实体课程 那9年级的这一个孩子 因为在这段放假期间 他有到学校去参加自习的一个活动课程 那所以有接触到班上的同学 那整个的这个班 暂停实体课程的时间 就会从4月20号到29号 接下来第二所学校是北谷国校 那北谷国校今天增加了两位确诊的学生 分别是4年级跟6年级的孩子 那这两位学生呢 主要都是因为家长确诊而传染给孩子的 那4年级的部分呢 也是因为我们这段期间停课 所以这个班级的暂停实体课程的一个时间 就会纳入这段时间 一直到4月24号之前都暂停实体课程 那6年级的孩子呢 主要是因为他都没有到校 所以这一个班呢 也就没有进行暂停的实体课程 那接下来第三所学校是道香国小 道香国小他是一位5年级的孩子确诊 那主要也是家长传染给孩子的一个状况 那也同样会纳入我们这一段 平课的时间 所以道香国小五年级这一个班呢 他会在24号之前都暂停实体课程 接下来第四所部分是 市立台大幼儿园 他是一位幼生确诊 那目前的一个感染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还在理清当中 那这个班呢会从4月22号到5月1号都暂停实体课程 那这四所学校是今天新增的一个确诊学生的一个学校状况 华联县各国中小学因应全中运放假4天 22日恢复实体课程 不过仍有39所学校应师生确诊 而全校或部分班级停课 另外22日上午华联县府在狱里春日派出所后 方广场增设快筛战 目前快筛219人有10位快筛阳性 带PCR结果确认 记者长方言火灵师报导